完美世界70集预告看见 10号耍流氓打月产的屁股 心月产柳神真身献身 孙女们 完美世界70集的预告已经更新了 可以说我也是看了三遍 然后再去翻了原著 才勉强将画面都对上 做的确实太快了 有点分不清 在69集中我们说过 10号大战三教尊者 斩杀三大尊者和三教门徒无数 10号之名震慑天下 此时亦可为下界第一人 而在原著中 其实三教是派出了五大尊者和数百教徒 10号以以利破支 提着五大尊者的头颅 那场面 三教的其他人吓得是屁股尿流 而10号斩杀这些人率领战将 驾着皇族的金色战车 碾压苍穹 开持了一场清洗 在这之后 月产就沦为了10号的侍女 给10号担茶送酒 在原著中 10号也是利用月产害怕她的特点 专门拍了月产的峭臀 使月产温海放空 而77中推开的那扇大门 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大门 而是月产死海中的大门 10号进入其中 看到了月产的真身 一位真正的仙子 在后期说了 是清月仙子转世 而处理好月产后 荒语的第二波大劫就来到了 这次直接显化了上界的三位之尊 到下界来收取灵药和盗果 其中一个去的正是妖毒 采摘培养好的第一灵根 而妖毒里面 虫童女再次现身 和上界之尊对碰 但其实虫童女的境界 只有斩我镜 根本不是上界人的对手 危急时刻 一个指传相救 这个指传 在万本世界里面 出现了很多次 也是诡异的源头 但是最后坑没填上 而虫童女 也在这次大战之后 彻底不见了 后面才知道 是被囚禁在了黑暗牢笼里 但不是在这里囚禁的 因为后面 她把实意带到了上界 还叫到了很长时间 而70级自右看点的 是期待了70级的柳神真身 在这一集真正的出现了 可以说 又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 虽然柳神的概念图早已更新 但是这种实体的 还是第一次见 颜值身材方面 更是不输三个地后 她此次见身 也是因为10号 让小塔当时国际灵 而小塔没有把握 度过此次大战 所以找到了柳神 希望她也出山 在这烂世之中 争一争造化 而10号最后大战的这个葫芦 应该又是动画原创了 原著中 皇宫剧情完毕之后 应该是10号大闹不脑山 接回父母了 而这里出现这样的老者 应该是上级的人 但是上级的人 10号是连出水的机会都没有的 别看10号现在感觉无敌 而此时上级还能下来人 没有人管他 真要来个神明 没有柳神和小塔 也会被直接按死 好了 不知道动画会不会完全还原 10号和月长的爱情 毕竟可是有接吻的气氛在 另外两个还没接吻呢 还有对于月长 各种各样的调性 原文也是写的非常有趣的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去看原文呢 我应该是 swo接下来的 我应该是非